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的统计数据市值以及燃烧的总量 循环供应量等总价值锁定的金额 这边是它的一个公告 是来自于推特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浏览他们最新的在推特上发布的相关信息 我们也可以直接点进入到推特 来到他们的官方网站进行登录和关注 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关注者以及它最新发布的实时信息动态 这边有它最新发布的一个视频的动态 它的一些最新的利好消息 那这边可以获得的奖励 关于推荐的奖励 100美元我们可以看到100美元到50美元前两位最高的Java持有者 它的规则是最高的Java持有者订阅磁帖或者是转发他们的这个推特 然后去爱特五个朋友 也就是去让我们的五个朋友去关注 然后加入他们的这个社群 好 我们回到他们的门户网站这边 可以关注一下 了解一下他们的 那这边呢是它的一个交易平台 在QuickSwap这里 那我们可以在这里去连接我们的钱包 或者是创建新的交易对 好 这里呢是它的咖啡豆 我们看到它上面写着咖啡豆 质押LPE代币 准取Java 押金将用于回购Java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紧致押的这个选项 或者是积极的 或者是不活动 那以下呢是它的一些数据的信息解锁钱包 这里呢可以查看它的更多的细节性的数据 存款的费用 以及我们这个锁定的时间是两个小时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那在自助餐这里边可以看到更多的 它的这个数据情况 那这里呢可以看到QuickSwap 就是我们刚才进入到这里 进行交易 那以下是它的一些图表的信息 我们可以点击进入来查看一下 好 在这里我们可以进入到它的一个图表信息的实施状态的查看 关于Java Poly 可以看到它的流动性 以及它的这个矿池的活跃程度 进行交易 在这里可以点击直接进行交易 这边是它的一个历史的交易量 贸易的交易量 它们的交易量 24小时的交易量 那在Poly的它的这个图表信息率 我们可以看到更多关于它们的这个信息 价格 供应量 市场的交易量流动性 包括代币的地址 配对的地址 我们不仅仅可以在QuickSwap上面进行交易 关于它的这个 好 这是它的一些数据的信息 可供我们去参考 那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到它的GitHub 它的一个风险评估 路线图 在路线图呢 我们可以看到关于Poly Cafe Finance的一些的信息 帮助我们去了解它们 包括它们创建这个Polygon的目的 可以看到它是一个交易平台 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交易 它们尝试做的 它们尝试做的是创建一个永久的通货紧缩带币 Poly Cafe 允许一个具有足够燃烧机制的恒定价格 不是试图去掉 不是试图去代替和交换 而是在系统中增加价值 并为人们创造一个合适的和可持续的环境 让我们以很高的这个APR进行生产 那这边可以看到它的官网信息以及推特 还有GitHub的链接 包括合同他们的合同地址 这是他们的路线图 在2021年的6月就发布了网站 快起诉了这个QuicksWarp上市 在这上面上市 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整体的活动 那在2021年的7月呢 他们将会推出一些彩票啊 或者是启动一些项目 发布在IFO上面发布 可以看到在2021年8月的他们的一些活动 在各个交易平台上面进行上市 那我们这边也可以看到关于他们的这个代币的一些相关信息 比如说他们的最大供应量排放量 开发的费用 每笔交易的费用 以及他们的初始池和新池 抵押池等 好 这是他的一个 推荐 推荐的一个活动 一个计划 我们可以看到 去访问他们的这个推荐的页面 解锁您的钱包 你就可以获得你的推荐的链接 然后与你的朋友分享你的推荐链接 当你的朋友获得推荐链接时 链接钱包时 就会产生记录 那这边就可以看到表明它是您推荐的 那这里呢 你就可以获得目前的他的这个奖励佣金为3% 这是他们的一个推荐的奖励机制 那他会有一些问题在底下我们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我们什么时候收到我们的推荐奖励 当你被推荐的用户 他从这里的矿池去提款 或者是交易的时候 钱包中就会自动收到 那在这里呢 你不会去损失任何的费用 好 这是关于他的一个推荐的计划 那这是他的一个奖励锁仓机制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机制是可以帮助我们限制我们的收获的这个频率 以防止这个机器人不断的去 机器人不断的去收割 可以看到它的时间为6个小时 在每张这个这里都可以看到农场的卡片上面可以看到查看 锁定 好 现在我们回到他的蒙古网站的主页上面 那在这里呢 我们就是可以去进行连接 那如果大家对他们的这个项目非常感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推荐上面进行关注 关注他们更新的事实动态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